你听说过PTSD吗 今天专门给大家做一个名词小解释 战狼PTSD 这个PTSD其实是创伤后的应激障碍的英文缩写 也就是说当某一类人看到或者听到了某一个事 他就开始发作一种病 表现为轻者易怒失去理智 并且感到受到挫折 重的那啥情况都会发生 本来这种心理问题 都在上过战场的士兵身上常见 但是在中文的互联网上 有一些人只要一旦听到什么战狼厉害了我的国 吴京流浪地球 他马上就原地发作了 血压也上来了 说话也语无伦次了 自己气得是嗷嗷直哭 也没有什么人辈了 那怎么回事呢 因为在某一类群体的思维意识里 他们认为像战狼2厉害了我的国 还有流浪地球 这是对于他们心中的圣地 大票了阿迈利卡的亵渎 他们的意识里就认为 你怎么能战狼呢 你怎么能厉害了我的国呢 你得给美国爸爸做玩具 做袜子 做衬衫 做圣诞节小装饰品呢 然后赚的钱 还得再去买美国爸爸阿迈利卡的美债 一头牛得扒两层皮才行 这还不过瘾 还得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治疗他们的战狼PTSD 他们认为自己贵的非常的好看啊 非常的精致 然后啊 他们还得愤怒的骂那些站着的人 你们怎么不像我们一样贵心呢 这叫什么呀 当铺里面卖孩子 见人一个呀 凉分钱的粗 它是又算又尖 记得关注再走哦